眼神裡充滿自信和樂觀 她是復興商工的學生許吉秀 從國小開始 因緣際會下對畫畫產生了興趣 雖然左邊肩膀以下到手部 都比較沒有力氣 但是不影響她對畫畫的熱忱 滿滿的畫作 從風景畫到人物畫 都看到了許吉秀對畫畫的熱情 就是其實一開始的夢想 就是很多者 因為自己的左手都沒辦法做到 然後直到有一次參加一個比賽 那個比賽的名字叫做 《創意圖要我的夢》 然後我是畫自己 坐在一個畫板前面在畫畫 然後之後就是學校的老師 就從進來 然後我說你得獎了 我說什麼獎金牌獎 然後那時候我就很驚喜 我就發現其實我可以把自己 很多不足的地方 都在畫裡面去呈現 因為左手沒有力氣 在使用尺龜的時候 也有一度想要放棄 但是在母親和師長同學的鼓勵下 克服困難 參加比賽 屢屢獲得肯定 平日在校內擔任人像速寫隊的隊員 看到對方收下自己的話 感到開心 他也會覺得很感動 很有成就感 對 我自己的印象最深刻 是我畫了一個小弟弟 他是那種比較 就看起來就是沒有自信的 然後我畫的時候 他就很感激的 對我說一聲謝謝 然後我那時候就心裡 就覺得自己的話 可以安慰到別人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孝順的許吉秀 比賽得到的獎金 全部都拿來貼補家用 希望在廚房當臨時工的母親 能夠不要這麼辛苦 未來 他將繼續朝繪畫的道路前進 校方也將全力支持 希望許吉秀 能夠畫出自己的一片天 中家新聞 朱鳳志 郭南宏 永和報導 江澤東 南宏 永和佳